这个视频我来给你讲讲解分式不等式 由于之前你已经学会了解各种整式不等式 那因此解分式不等式的核心想法 就是把分式不等式转化成整式不等式即可 先来看道题 解不等式x加1分之2x减3大于0 这个不等式想变为整式 要把分母去掉 可要直接给左右两边同时乘上分母是不行的 因为咱不知道分母是正是负 但因为分母不是0 那它的平方一定是正数 因此咱可以给式子左右两边同时乘上分母的平方 那不等式就变成了x加1乘2x减3大于0 这就是个一元二次不等式了 两根是-1和3分之2 那大于在两边 答案就是x小于-1或x大于2分之3 搞定 可见把分式变成整式 只需要左右两边同时乘上分母的平方 那现在我把题目改成大于等于0 你看看有什么区别 大于等于0 那这俩式子就也都是大于等于0 因此答案就是x小于等于-1 或x大于等于2分之3 对不对 你要觉得对 那就掉坑了 你看x加1是分母 分母不能等于0 那x就不能等于-1 最后答案就要改动一下 因此对于这种不等号可以去等的 最后一定要检验 把分母等于0的情况去掉 现在我把题目的大于等于0 改成大于等于1 这时又该怎么做呢 这个也不难 咱把这个1挪过来 右边就是0了 而左边通分一下 化解就是x加1分之x-4 现在就又变成前面那样的分式不等式了 左右两边乘上分母的平方 就是x加1乘x-4大于等于0 这时你可以先添上x加1不等于0 那答案就是x小于-1 或x大于等于4 搞定 可见如果不等式右边不是0 你就一向把它变成0 另一边通分后再乘分母的平方即可 好题目都做完了 总结一下 解分式不等式的核心想法 就是把它转化为整式不等式 而转化的方法 就是左右两边同时乘上分母的平方 求解的时候有两点要注意 首先如果不等式右边不为0 你就一向把它变成0 通分后再乘分母的平方 其次要是不等号可以取等的 最后一定要检验 把分母等于0的情况去掉即可 怎么样 分式不等式都会解了吧 赶紧刷题去吧